谢谢郑夜诚 刘耀文 也谢谢我们陈家班 刚才精彩的演出 太不容易了 你是不是最后晕了 对 发昏 我看得出来你已经 这段戏真的很累 而且是一连串演下来 又是情绪又是打 太累了 我都不行 真的 这么一直下来很难的 你们这个是舞台动作话剧 太难了 太多出了 疲漏 你看 你看 枪也没有装好 当然不是问题 我为你们两个鼓掌 真的 谢谢 谢谢 耀文 助演 我觉得你比你自己的 那个戏还演得好 可能你没有压力 是不是 知道吗 是啊 对 助演嘛 助演 是啊 所以这个就压力问题 比较放开 放开了一点 其实在拍之前 我一个人可能在房间里 我在找那种 就是有点疯疯癫癫癫的感觉 然后就一个人在那摇摇 我现在想起来还蛮尴尬的 挺好啊 今天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选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他蛮像吴彦祖 而且他有那个劲儿 如果有人去导师 跟他教导他一下搓他两下 一搓董 好像我刚刚在走廊跟他讲话讲话 他就要 他跟他提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今天不是要演反餐 我带我问 其实算是第一次演出 就是阿祖那个角色 你首先要自己去想分割你自己的性格 要逼自己 你看 对 对 对 就是那种 他马上 就要这种感觉 就要这种感觉 他自己已经在房间 你在研究这个是对的 大哥在这么多年从艺生涯中 我们知道你也挖掘了很多年轻人 吴彦祖啊 吴彦祖是在一个宴会 有一个演员走过来 大哥有一个华侨 你认识一下 我好啊 他在我面前一看 就吴彦祖 我看一下他 我明天来我公司吧 立马天 帅哥挖掘机 对 很多时候我们去casting 有些人来 基本上不用试戏的 跟他聊天完了就知道 对 我在美国做casting 有一个女孩子进来 中国人 一进来在那个门口 她是这样子 一个女孩子 一进来 嗨 guys 我就吓一跳 完了就 她走进来就 完了就 一完了就 你好 我叫韩雪 我是来casting这个舞女的 马上用 张狼心 大哥我要去casting一个女军官 她很怕 男性是成家班的吗 那我怎么 我怎么 到道具房 拿到军装衣服 我教了她 第二天她会 大哥 我入选了 你就做一个女军官 你看你这样子去 然后我来女军 OK 她研究一下 忽然间有一个人穿一个女军 人家 这个印象就抓住你 casting很要紧的 教父 马龙·布兰德是谁呀 人家在casting 她走进了一个人 她还含了面包 她自己拿两个棉花 拿个鞋油 擦一下 她说为什么我刚刚那么讲话 是我中江之后 她就演教父 你看 Oscar 就是casting 你今天去做什么 就把自己做成是谁 叶诚 新一代动作演员 那些你有空 跟大哥聊聊啊 让他给点机会 你有机会 真的 其实这次呢 跟成龙大哥 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其实我特别激动 而且特别的荣幸吧 在我心里也曾想过 要成为下一个成龙 那那个成龙是打引号的 它对于我来讲 是一种信念 是一种精神力 然后也真的很希望 未来能有机会 跟您再多学习 谢谢 成龙大哥 我想问一下 你拍这场戏拍了几天 一个多月 那个时候 那个儿导他知道 有 袁家班 刘家班 洪家班 陈家班 洪金宝跟他 他师兄嘛 我的师兄 但是我们两个斗得很厉害 就是 看谁 最好 后来 我是走的是拼命化 我拼命的话 我下面的人就要拼命 因为所有成家班很拼 而令到洪家班也拼 因为洪家班拼 就令到整个香港的动作片 红薄起来 真的我们拍戏 是有一个救护车 在下面等着的 开着等 就准备 做每一个动作 是这么 这么拼命的 警察故事 如果你们记得 是从二楼商场下来 撞玻璃 撞栏杆 烂那个花架 下地 一个镜头 本来不是我的 本来是反派的 反派呢 来 Action 我本来是要他 蹦 棒 他是 蹦 就 棒 不行啊 头破了 我的表情是 松玉啊 换一个 没有表情的 另外一个 可以了吗 可以了 来 Action 棒 怎么啦 怎么啦 大哥手断 我来我就上去了 我就一站起来 他说啊没有大哥我来 我说不是我改剧本我来 我一上去来 很快的开气 胖胖我就下去 下来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的尾龙骨啊 尾骨 擦到我的心脏 我整个人是这样 脊椎吗 我已经冤了 把我抬出去 我这样子 一口血 一口血 龙少爷的时候是 整个医院 你一开门 两边 全部成家班 也不是成家班了 除了成家班 其他的五行 全部断手断脚 全部睡在那边 现在你们太幸运 新来的成家班 第一我是要先保护好他们 而且现在不需要 现在有这么多科技 你看你们现在机器 你看围着我们 对不对 以前我们拍戏一部机器 拍完你拍他 拍完他拍你 现在一拍 哇 现在你们太幸福了 真的 太幸福了 到了现在的动作片 太难了 比方说 我找他 我说我拍《十二生肖二》 叶辰 谁 有别的戏吗 别谈了 《十二生肖二》谁啊 陈龙主演 多少 大概三一五 三一五吧 来 开 就是 就是陈龙 《十二生肖二》 《十二生肖二》 你看前几年流行的就是 所谓就是 小鲜肉吧 对不对 高高哥哥这么帅 他也没有练 但是呢 因为他们帅 是小鲜肉 行了 你们有人气 有票房 可以了 真正会功夫的 没人气 变成他们出来 只是做什么呢 讲对白 讲完对白 就是一搂 搂完之后 好了 空中 船替身 中间呢 戴威亚飞 没有 飞都不要飞 飞 这样子 完了之后 一个定格 到了后面 两件 跟着就是 跟着一个转身 而且 那个头发要 一定要很漂亮 不能乱的 这个年代 刚刚喜欢这种东西 不是说不好 就是 有多选择 你不能每个 都是小鲜肉 你要有王宝强 你要有沈腾 他们拍 他们那个东西 我不能去拍 沈腾的东西 沈腾不能拍 我的A计划 对不对 你要有多元化 你不能现在 突然间你看 全部是小鲜肉 全部完了 就 功夫都没有了 突然间 如果有一部 战狼出来 你看 什么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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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匹狼了 所有狼 不行的 我们电影要 百花齐放 多元化 你要有 我 你们要 百花齐放 陈龙大哥 刚刚看了 简单故事 我觉得很过瘾 然后其实呢 我想表达一下 我是你的小迷妹 就是你知道吗 你的那个手办 你演的 所有的角色的手办 都是在 我的卧室的 一面墙 对 但是我 我跟我妈视频 然后你有一个手办 其中是拿的 那个奖 然后他说 希望你也多 拿点奖回家 我说我努力 做任何事情 别为奖去做 为自己去做 以前我也曾经是 我一定要拿奖 而且夸下海口 跟我的工作人员 我的摄影师 你放心 一定拿到奖 那个时候 就是 少年得志 语无伦次那种 真的 你问他 那个时候我很讨厌 我相信他也很讨厌我 他也会很讨厌我 我还好 就是环境把你造成 就是没有身边 很好的导师 旁边的人都是 yes man 就是对 哇 最好 就是这样子 哇 你放心 我向你拿奖 我那个 结果 一个奖都没有 后来 我就不要去拿奖 奖就来了 所以做任何事情 为自己去做 所有东西都会很自然来的 做自己 大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因为我们工会有一个权利 就是可以发红白卡 您今天作为我们整个议员的召集人 你也可以行使这个特殊的权利 决定自己是否今天对厂商的演员 发出你的红白卡 那我已经给叶诚给你 感谢感谢感谢 你也不是不用感谢 是你应得的 因为你的努力 记住不要做我 做自己 在业仔里 我可以鼓励到你 我非常开心 但是不要做成龙 我也不会做李小龙第二 你不要做成龙第二 做你自己 好 恭喜叶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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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龙大哥给了我一张红卡 我觉得我的这一个红卡 不是说 我有多么多么的表现得很好 我觉得一是这台戏 还算不错 然后我也特别特别感谢 我的主演嘉宾 又不要问同学的加持 成家班兄弟们的辅助 才成就了这一台戏 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环境 成龙大哥给了我这份鼓励 我不要 不能让别人失望 就好好的干下去 就好好的干下去 我会因为我这样子的说明 我叫你畏嘉宾 我应该是顺着这个环境 我一声那里